大家好,我是驼香是神 今天是2012年的6月23日星期四 那么今天一早上就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那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 推翻了纽约州对合法公民随身持枪申请程序上面的刁难 那么他们裁定了纽约州普通公民随身持枪申请的时候 你需要提交一个正当持枪的理由 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你要持枪保护自己的理由 这是一个刁难的行为 而且这个是个违宪的行为 这是一个历史性对第二修正案的裁决 那么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 声明一下,我不是律师 这期视频是以我在美国生活的经验 还有对美国社会法律认知的产物 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天早上 对New York State Rifle and Pistol Association vs Bruin 这个案件的最终裁决 他也就是纽约州步枪手枪协会 状告纽约州的总警长Kevin Bruin 他们胜诉了 这个案件是2020年的11月3号开始审理 然后在今天也至6月23号的2022年 法院最终裁定 然后在网上发布了他们裁定结果 裁决书里面的摘要这是我看到的 然后我理解的就是说是 这个最高法认为 纽约州申请这个随身持枪证的程序 要求申请人有持枪的理由 违反了14号修正案 赋予公民实施自己第二修正案的权利 那么在公共场合持枪自我保护的权利 是写在宪法里面的 它的根据是以前的两个最高法院裁决的案件里面 在2008年的DC vs Heller 还有在2010年裁决的McDonald vs Chicago 在那两个裁决里面 最高法再一次巩固了宪法的原文中 明确赋予了公民持枪自卫的权利 而且不应该以在家中还是在户外受到任何限制 这个裁决还说政府的枪械政策和法律 一定要遵循宪法的原文 国家的历史还有传统 那么进阶第二级对宪法的解释是多余的 很多枪械的法律在联邦巡回法院的时候 有些法官左派法官他就他就重新解释宪法 他就对这个宪法做第二次的解释 或者以他们本身对这个枪械法律 还有枪械文化还有对当今社会对枪的实用性和看法 做进一步做解释 那么现在美国最高法院说 你只需要根据宪法的原文解释 你只需要看历史 只需要看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 你不需要再次解释 为什么枪械法律依照你的认知 还有在现在这个社会合不合法 其实这个才是这个裁决最重要的一节 那么这个裁决的内容决定了很多还停滞在联邦终极法院 因为他们一直在等这个最高法院对这个案件做出的裁定 就是这个裁决还有这个裁决书里面的内容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就是狠狠的给了那些左派法官们一个耳光 说孙子们你们听好了啊 以后你不要给我呼叫蛮缠 一加一就是二 你不要给我用什么火星的那些数学做题 读了四十五经以后 你可以背诵原文 但是你不要擅自带圣贤力言 你不可以说是我背出来一个六书七经出来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纽约州刁南公民申请随身直相证的复杂的程序 还有必须要求他们有一个理由才去申请的 是违宪 这是总的这个裁决的一个结果 他们不可以拒绝一个人申请随身直相证 就因为他们说是你现在没有任何危险 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现在有任何危险 从此以后 这就不是一个拒绝发放这个随身直相证的理由了 这个对纽约州的人很重要 对其他枪械管制严格的州 不发放或者限制的州 都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特别是对加州一些申请随身直相证很难的郡线 也是一个起到了一个震慑还有警告的作用 我本身就在加州 加州有58个郡线 其中35个郡线申请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但是另外23个就不是了 有的他们不是刁难 就是根本就不发放 或者你申请了以后 就是好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你就看不到 你就听不到任何的反应 你就听不到任何的结果 他就一直把那个申请书压在那边 基本上就是不发放 特别是像三藩市郡线 还有洛杉矶郡线 他们这些比较左派聚集的郡线 最为严重 基本上你根本拿不到 那么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出来以后 他们就要掂量一下 还有就是要求所有的法院 审理这些有关枪械或者第二修正案 这个有关的法律的时候 不可以使用超过宪法原文 历史和传统以外的理由 通过或者说是支持一些限制枪械自由的法律 提醒一下 这个裁决不是意味着纽约州的人可以马上随便 今天开始就带着枪上街了 也不是说是全美国的人都可以带枪上街了 这个裁决只是扫清了纽约和其他一些州 发放这个持枪水可证的障碍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可以合法的随身持枪 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你不应该惧怕你拔枪滋味以后的后果 这个话题我以后会深入的讨论一下 今天这个消息是我很久没听到过的 很振奋人心的一个裁决了 那么今天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好消息 这只是对左派进枪狂潮反击的开始 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在期待中 比如说加州这个弹下容量案件 最终的结果等等 那么左派的政客一定会有反击的 他们一定会反击 我们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然后我们看看他们的反应 这场仗呢 矿日持久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这只是一个战役的胜利 我会把我以前讲过有关随身持枪证的视频放到置顶留言当中 大家可以参考去看一下 还有这个最高法院裁决原文的链接 我也会放到视频下方 以后我会跟进这些案件跟大家及时分享 我最近在制作一系列AR15步枪的视频 在那一套视频做完了以后呢 我会再跟大家深入谈谈 我对美国NRA这个组织 就是美国全美步枪协会的看法 另外一个话题想跟大家探讨的 就是说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应该何去何从 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以后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 在这里恭喜那些拥护 美国第二修正案的朋友了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我是拖枪式神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